二位 四位 三位 二位 三位 三位 方才我没做梦吧 不是在做梦 白铀神神真的抱着一个女君 天啊 天啊 这 那女群是谁啊 不知道 祖神在上 咱们神剑要出大八卦了 日神夜神 你们二人相恋之后 不顾天地法则 私自下界 致使日夜颠倒 酿成大火 可知罪 神尊 一切错都在我 昨日使我强行待日神下界 才会犯下弥天大错 神尊要打要罚 寻夜约一例承担 还请神尊 不要责怪昭日 这样真神 昨日使我强来夜神下界 使我的错与他无关 还请神尊不要责罚寻夜 不 是我秦南自尽犯了大错 一切和日神无关 寻夜 日神夜神 普华以为你们解了姻缘声 难道 你们之间的感情 是真的 始于误解 现于相知 终于情深 小神一时 够了 纵使你们两个 有说破天的道理 错了就是错了 本尊定要重罚 神尊 喜欢一个人 合作之友 哪条天规规定过 他们二人不能在一起 胡闹 你也是神界的老人了 日与夜不得奸行 实乃自然常规之法则 三岁小而皆知 还有写的天规灵吗 那也不是他们的错 昨日是我不慎 将普华的姻缘绳 扔在他们身上 才会害得他们不顾职责 妄自下劫 小神也有责 小神啊 就不敢召开姻缘大会 普华 你没错 你只是奉天启的命令行事而已 倒是你 月明 平日胡闹就算了 此事上也分不清清中吗 月明 你这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懒得臭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啊 天启 本尊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就是饮了些酒 甩了根阴缘绳在他们身上吗 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呗 天启神尊 您乃真神 为何要庇护月明上神 而且 这阴缘绳明明是他 什么他的 那是本尊为自己和上谷准备的 不行啊 你胡说八道 你干吗 你瞒着我举办姻缘大会就算了 如今还说这种荒唐之言 姻缘绳是你的是吧 好 你致使日夜大乱 给我滚去名堂里进族 什么时候知道错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凭什么呀 不就是跟破绳子吗 你自己数十万年孤独寂寞 还不让别人寻觅幸福啊 住口 来人 给我拉下去 这样神尊 不用 本尊自己走 我不是在桃园里密室吗 怎么会来的 白鸥神尊报回来的 水姿美不美 我有没有 打呼噜 流口水啊 有一点 那 有人看见了吗 大家都掐见了 惹了 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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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了事儿绕大了 住女神 以后一定见我一次 打我一次 有的还可能杀了我 那我以后去长远店 休息 岂不是要啊 跳个没人的时候去 你想什么 好 难道我们有别的女神美吗 小殿下是最美的 走吧 我明天上课穿什么好呢 正问那条红的还是绿的 那抱着究竟是谁啊 是哪个女军啊 买电用离手啊 看看昨天撩动咱们白绝神尊神心的 究竟是哪一款女军 来来来 大胆 竟然敢开神尊的玩笑 参念白绝神尊 神尊 该怎么组织他们 形式如何 他们认为本尊喜欢哪一款 埋可爱的人最多 为何 许是阴阳相调与神尊互补 原来本尊 在你们心中是如此冷漠 红日师爷 无妨 是我太认真了 这一群 是他 白绝神尊 竟然在一趟 你怎么来了 怕你在店内孤骨伶伶 特意来探访一下 陪你聊聊天 喝酒了 今日本主神颇有雅兴 小酌了几杯 坐下 替你醒酒 不错 你在那里 青涩容颜 随着记忆 尘封时间 方才我一直在想 你是因为 性子冷清 所以灭入冰霜呢 还是因为 你根本不知道 该以什么表情识人 所以干脆没有表情 你还记得吗 当初你还问本尊 为何要将封印悬疑的功劳 算到你一人头上 你终于想说了 有多自卑 就有多自负 你如今神脉大开 功力大整 之前那些故作顽劣的戏码 日后莫要再上演了 本尊都替你心累 还想聊吗 不聊了 你太会聊了 要不要选点新的招式 除了修炼 咱们就不能做点别的吗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星星 看星星 亮晚山的星星 最是好看 可你却从来没有带我看过 你若想看星星 自己去便是 为何还要我带 你就要带我去看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比亮晚山更好 有什么点 大优优独播剧